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期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来说一说 奥数天才 最近人物杂志的一篇报道 奥数天才坠落之后是引发热议 这报道讲的是奥数界的一位传奇人物 叫傅云昊 他曾在2002年2003年 连续两年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满分金牌 满分 在中国国家对30余年的参赛历史上 取得这个成就的只有三个人 按照人们的想象 少年天才应该成长为学术明星 成为相关领域的权威 不过这傅云昊接下来的人生 用杂志的标题有一点坠落 被保送北大之后 他因为物理挂科了 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如今在广东调师范学院担任数学系的助教 看起来这像是一个现代版的商众勇故事 在这个文章里 昔日奥数领域战无不胜的风光 被拿来跟现在二本师范学院谋生做了一个对比 还有傅云昊跟他昔日同学之间的差距 以及他不敢去参加同学聚会等等细节 描述了一个坠落天才的落寞 不过在这篇报道之后 傅云昊他自己写了一篇自白长文 说我没有坠落 我在脚踏实地 在他看来 一个曾经很成功的少年天才 没有继续做出惊天伟地的成就 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这并不是失败 他对于自己的职业有很高的认同感 在师范学院培养中小学教师 那也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如果一定要从傲数天才坠落这个故事当中 汲取什么教训 那么傅云昊本人的感悟 我觉得更有感染力 过分吹捧天才 那是一种盲目 那以所谓社会地位 以说什么物质标准来衡量人生成败 那也是一种盲目 以傅云昊的人生来说 他安心做一个二本师范学校的老师 培养更多的中小学教师 难道就一定比一个名牌大学教授的价值小吗 把大学教授当作成功 把普通院校的老师当作坠落 这个判断不一定对吧 从傅云昊个人成长道路来说 他在北大期间沉迷游戏 任性挂科 这倒是让人惋惜 但这些个挫折 不光天才遇到过 普通大学生恐怕也遇到过 很多人可能都走过这么一段弯路 真正重要的是在挫折和迷茫之后 找到自己的路脚踏实地走下去 当一名师范学校的老师没什么不好 他依然是行业的佼佼者 哪怕从世俗意义上看 傅云昊也说不上失败 很多网友也声援傅云昊 说无论做顶尖科研 还是做普通教育都值得尊重 当然了 傅云昊的故事从其他的角度来看 也有一些个反思的价值 傲术作为数学领域的顶尖比赛 在过去很多年都被过度的神化了 傅云昊就因为他的比赛成绩 得到了各种制度的优待 学校迁就 还有社会的追捧 也许正因为这些个 才导致他在大学时代的年少轻狂 当他进入到大学 栽到的傲赛光环后 就有一点无所适从 傲术竞赛 作为一种学科思维的训练 对培养学生的兴趣 临选特殊天才 依然是发挥一些作用 不过他终究只属于少数 尖子生的头脑风暴 不能盲目普及 更不能因为学科竞赛 你其他方面的教育 就通通要浪入 近年来在社会的呼吁 教育部门的引导下 升学跟竞赛不再挂钩 学科竞赛也逐步回归到正常 在自白书的最后 傅云昊就说 也许曾经的好运气 让我飘在空中 后来的坏运气 也让我飞流直下 现在的我 那就是稳稳的 在平地上耕耘 要我说 有了这样的心态 哪怕不再站立于云端 他的人生也不会坠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瞭望东方周刊 前不久 2018波罗科学奖进行了颁奖 颁奖现场 一个个奖项 都让人报效不止 你比如物理奖的研究结论是什么 宅着更节囊 这美国有一位学者研究就发现 说美国人宅在家里 比十年前是增加了八天 宅在家里不出门 就减少了公交 地铁等各种公共资源 美国人消耗的总能量 因此也大幅度减少 减少了多少 减了相当于5000亿度电那样的能量 这么一个研究 就使得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有了理论的支持 我宅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而且由于获奖者 他自己也宅 都没办法到现场来领奖 主办方当场决定给他快递 清华大学第一科普段子手 毕孝天拿下了另外一个奖 叫幻想奖 说他常年收到洗袜子 这个琐事的烦恼 就决定发挥功课生的思维 发明了一个自动洗袜机 通过电脑风扇洗袜机 打蛋器洗袜机 光头抢洗袜机 自行车洗袜机 四代什么升级 尽管最终还是没有办法解放他的双手 但传播了科学 娱乐了大众 此外 他还有焦澡同吃的味道研究 还有抢红包的概率统计 等等一些个脑洞大开的研究 为了表彰毕同学人生有牙脑洞无限的精神 组委会给他颁发了幻想奖 另外一位科学家则专注于研究钱 之前他凭借数钱可以减轻痛苦 这么一个研究结果 拿到过首届波罗科学奖的心理学奖 这一次他又有了一个新的研究结论 就是用脏的纸币去买菜 更容易遇到偷金短两的情况 他就在菜市场的同一个摊位 分别用干净的纸币和脏的纸币来买菜 随后给称了一下重量 经过多次的实验 他就发现你用脏的钱去买菜 更有可能被缺金少量 这么一个接地气的消费行为学的研究 就获得了波罗科学奖的心理学奖 此外财经新闻也成了一个奖项的来源 今年初张子岛的扇贝又离奇失踪了 有网友写了一篇文章 从地理 生物 国际关系等多个角度 说张子岛的扇贝是受到北海道老乡的召唤 不远万里越过大海游回到日本去了 因为写得太逼真 还真就有人相信了 当然了 这文章是一本正经在那胡说 是故意恶搞 但它却引发了公众对扇贝等水产海鲜的关注 因此就拿下了本届波罗科学奖 还有科学家发明出人造舌头来辨别假酒 假的舌头 用荧光染料来制作人造舌头 轻松能够分辨威士忌的产地 年份品牌 甚至口感 这个波罗科学奖 获奖者都是真正的科学家 他们的研究过程也是严密的逻辑 严肃的科学精神 比如菜市场 脏钱这个研究 不仅是为了发现缺精少两的摊贩 这是金钱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分 还有人们在脏的环境里会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这么一个结论在现实当中就有着很大的实用价值 当然了 这个讲最重要的一个评选标准就是有趣 得好玩 就是让人感到好奇 不少科学家就说了 是好奇心驱动他们走上科研的道路 在科研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也是好奇心让他们一直坚持下来 获奖者拿到的奖杯也是蛮有趣的 是一个自来水龙头 寓意说科学家的灵感就像自来水一样哗啦啦的流过来 波罗科学奖 以我看好奇心 那是科学家的养点 需要时不时的挠一挠 好 继续回来 最近啊九八版水浒传剧组呢 主创是奇剧北京 这场二十年后的聚会就掀起了一波回忆沙 您看这个现场 宋江来了 鲁智生也来了 李逵也来了 武松也来了 剧中演员来了五十多号啊 这是电视剧拍完之后 人数最全的一次大聚会 在这个聚会线上 大伙呢是追忆往昔 再唱好汉歌呀 还出现了一些特有意思的画面 你看 武大郎的扮演者 是王伯 扮演者 还有这个潘经联的扮演者 这三个人呢 抽在一块互加微信 你看 1998年 作为改编四大名著的最后一部 水浒传在央视开播 古香古色的宋代的布景 振奋人心的配乐 酣畅淋漓的武打戏 再加上个性鲜明的角色 让观众看得是如痴如醉 二十年来 《水浒传》有过不少的翻拍 但大家呢 还是对这个98版呢 情有独钟 说起来 98版《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 用导演张绍林的话说呀 就是认真 超乎常规的认真 像现如今一个电视剧 制作周期很短 往往几个月就拍完 而这个98版《水浒传》呢 从筹备到拍摄 人家历时四十多个月 算下来三年零八个月 所谓慢工出细活呀 整个剧组呢 坚守要拍精品的初衷 每一个细节呢 都绝不凑合 你比如取景 为了让观众看了之后 有情景的带路感 那剧组呢 辗转大江南北 从河北转到山东 从北京来到广西 穿越了大半个中国 目的呢 就一个 那就是所有的场景 都必须符合原著的描述 再有就是服装 道具 所有演员的服装啊 哪怕是一个配角 小兵甲 路人椅 他都要进行设计 一定要符合当时的服装文化 在一些个重头戏啊 道具 必须要上真的道具啊 你比如武松打虎 剧组特别从民间马戏团 借了个真的老虎来 用现在这话说啊 那简直是用生命在演戏啊 除了这些个 在演员的选择上 那更是严格要求 梁山一百零八将 一定要生财壮士 生财不行的 进剧组之后 第一件事情 练肌肉 你像鲁智生的扮演者 藏经生啊 原本体重呢 只有一百七十斤 已经算是不错了吧 但为了符合鲁智生 面阔而大的形象 他还得叫争肥啊 他有个绝招啊 就是吃鸡蛋 炒着吃蛋 煮着吃蛋 炖着吃蛋 摊着吃蛋 所有鸡蛋的做法 全给他吃了个遍啊 一天吃十几个蛋 到了拍摄的时候 成功长肥了九十斤 和鲁智生一样长胖的 还有李逵啊 李逵这个扮演者 叫赵晓瑞 进这个组之前 他的腰围是两尺三 进组之后 腰围两尺八 男演员要壮实 那女的呢 就必须要朴实 无论是护三娘 还是孙二娘 都不允许化浓妆 说有一回啊 护三娘的扮演者 为了让自己好看一些 就用了一种当时 比较流行的睫毛膏 结果被导演发现 挨了一顿讯 当场卸妆 为了演好角色 这形象呢 还只是第一步 如何让自己融入到角色 那才是更重要的 你像宋江 是水浒最核心的人物 梁山一百 丹八将之首啊 李雪剑 演这个宋江 走路迈的都是小碎步 上身笔直不晃 一个小心谨慎 精明干练的小力 就好像是活生生 从小说当中啊 走了出来 李雪剑拍完水浒之后啊 都不敢回山东老家了 所有山东老乡 曾经给他带话 你可别回来 回老家就得揍你 你把弟兄们都带沟里去了 你太坏了 这些个玩笑话啊 那其实是对演员 最大的肯定 导演张绍林说 改编民族压力很大 我们的想法呢 就是尽可能用电视剧的语言呢 展现这部经典 每一个镜头呢 都不能含糊 要我说 这就是应敬畏经典 而成就经典 好 接下来是板块 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新周刊文章标题 你明明就是险性贫困人口 最近啊 隐性贫困人口这个词呢 很火 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那些看起来 每天有吃有喝 但实际上很穷的人 主要是那些刚步入到社会 没什么积蓄 但目前呢 日常消费又蛮高 不仅存不下什么钱 甚至呢 还负债这样的年轻人 隐性贫困人口 其实是一种自嘲 他们收入稳定 没什么经济压力 他们所焦虑的呀 仅仅是离自己的理想生活 还有一些个距离啊 他们贫困的原因 并不是赚的少 而是呢 花的太多 为了提升生活品质 花钱 毫不手软 作为一个都市白领 房子 不能租连CPT都看不到的地方 贵就贵呗 看中的颜色 好像库存不多了 有些着急 下单吧 都说扫地 机器人好用 咱也不用扫走了吧 夏天要凭身材 办一张健身卡 那是必须的呀 不管能不能坚持 先办了再说 总之啊 他们的朋友圈 光鲜亮丽 钱包里呢 却空空如也 在消费域包围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琢磨着 怎么超阶层消费 对于上一代人来说 省着点花 是一种信仰 如今呢 不买点啥就不舒服啊 好像成了一种 这个现代病了啊 消费欲望 被各种技术手段 社会环境裹挟着 越来越膨胀 而压抑欲望的力量 只有可怜的一丁点理智 抵抗力不足的年轻人 就算月入十万 恐怕也还是贫困人口 不过他们不是什么隐形的贫困人口 而是显性的 为啥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巨大的矛盾 无限消费欲和有限收入的之间的矛盾 只要克制好这个欲望 他们也能够精准脱贫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河南郑州 一栋住宅楼啊 造型奇特 乘直脚梯形 倾斜而下的楼梯呢 就酷似一个巨大的楼梯 一层层的楼 就像一个个的台阶 据了解 这个房价啊 高达四万多一平 有人开玩笑说 住得起台阶房的 那也是有阶层的 浙江举办 仅用幼犬配发仪式 在一片软萌的叫声当中 三十一只小奶狗 正式的成为警犬 因为还小啊 他们在笼子里是摇着尾巴 晃着脑袋 还有的干脆就在阳光下 打起了呼噜 是萌到不行 有人调侃说 太可爱了 不知道摸一摸 算不算洗颈啊 继续回来 节目9国家体育总局呢 出台了意见 说要建立体育赛事信用记录 把严重失心的组织机构啊 把选手啊拉到这个黑名单 对此呢 有人就问啊 从国际到国内 各项体育比赛都有严格的规定 如果有谁敢弄虚作假 就会被罚款 被禁赛 甚至被除名 为什么还要建一个信用记录呢 事实上 刚才说的那些个惩罚措施呢 都是针对专业赛事和专业运动员的 现在啊 有一些个民间组织也开始举办比赛 也有越来越多的业余选手参加各种比赛 你比如各式各样的马拉松大赛啊 还有那些个邀请体育明星来打的表演比赛啊 等等 一般来说啊 像这样的比赛都是秀的成分比较多 重在参与 可是近几年来这样的比赛当中 也经常包出一些个乱象 就拿这个马拉松比赛来说 竟然出现了同一场比赛当中 有三名选手挂着同样一个号牌的情况 另外呢 还有替跑的 报名之后把参赛的名额花高价卖掉的 更离谱的是啊 前段时间有一名业余选手居然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 你说说 这好的不学专学那坏的 除了选手个人 一些赛事机构啊 也不靠谱 你像之前 有一家企业 他邀请到一位NBA的明星 说要打一场比赛 结果呢 人家来了之后 只是在教练席上坐了一会儿 压根就没上场 但是他的广告啊宣传呢 却说巨星会上场打球 打球变成了看球 这球迷自然就不乐意了 和这个企业啊是大闹了一场啊 针对这些个乱象 国家体育总局呢就表示 要对违规举办赛事的组织机构啊 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你比如警告啊 限期整改啊 降低信用等级啊等等 对于这个违规的参赛选手 也有处罚的措施 你好比 视情节轻重 急于警告啊 减少或限制他参加培训 降低信用等级等等 如果组织机构或选手 涉及到违法 则交给公安机关 市场监管等部门来依法处理 体育赛事也要建立一个信用记录 要我说 这就叫运动不息 诚信不止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减压试卷 下个月就要高考了 这段时间呢 考生可谓是亚历山大 然后呢 咱江西南昌的一所中学 却在高压的环境下 给同学呢 出了一张减压试卷 让人是眼前一亮 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张这个化学试卷 它从名字开始就不走寻常路 它的名字叫 正在家宰中的试卷 这名字上面呢 还有一句这个引言 叫考试 已经让你遍体鳞伤 伤口长出 却是翅膀 有人拿来飞翔 你却拿来煲汤 至于这个试卷的题目 几乎每一道啊 都是一个段子 你看这个啊 题目不会做很正常 因为以后不会做的题目还多着呢 不会做的永远都是下一题 所以这一题你应该会做 下列哪一项叙述是正确的 还有这个题啊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没错 这道题就是要烤水 除了段子啊 老师偶尔呢 还会送上一碗鸡汤 你比如这个 不是红颜易老 对象易跑 而是你做题太少 有空要多倍元素周期表 试卷的最后 老师用硕大的字体提醒 同学啊 说这一次的考试范围是星成大海 要不说 如此脑洞大海的试卷 估计啊 也只有这样的考试范围 才能与之匹配了 连出卷的老师就说了啊 化学这门课呀 嗯 有点枯燥啊 同学呢 学着学着呢 觉得累 他教着呢 也蛮累 为了让同学对化学课感兴趣 他就尝试着在课堂上讲段子 来调动气氛 哎 效果不错 他带的那个班呢 化学层级经常是年级的低 那这一次呢 他就想着把段子和考试结合 出一份开心试卷 给同学来减压 对此 你看学校是支持啊 还找来了好几位老师 帮着一块想段子 对于这么一份试卷 同学就觉得很有意思 有的同学说 要把这个试卷呢 好好地保存起来 这可是一段美好的中学回忆 减压试卷 要我说 它减掉的是压力 增加的是快乐和学习的兴趣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不久啊 上海出台了一个指导意见 只关于这个三岁以下 又要托育服务的 当中就提到啊 从六月份开始 凡是符合条件的企业啊 个人呢 都可以申请办理 托育机构 随后当地又发布了两个文件 对实施的细节 标准设置 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 这就被称为是一加二文件 此外 上海还建立了一个 托幼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由教育公安消防 卫生寄生 民政等16个部门联合参与 现如今啊 因为职场压力 老人又分开居住 这些个原因啊 很多年轻父母啊 都面临一个难题 那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 也就是三岁之前 孩子不知道该由谁来带 于是呢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 各种五花八门的 幼托班啊 早教班啊 就应运而生 又而托育机构越来越多 问题呢 就随之而来 因为缺乏相应的行业标准啊 规范啊 这市场就乱象重生 比如哈 从业轮员 他没有相关的资质 虐童的案件时有发生 现在 在上海出台了相关的意见 为三岁以下的幼儿托育服务呢 量身定做管理办法和相关的标准 那可以说是 想市民之所想 即市民之所即 针对幼儿托育机构 实行宽言相计啊 宽体在 现在啊 企业和个人也都可以申办 程序也更简单了 而言呢 则体现在托育机构的选址啊 这个共餐啊 班级规模啊 人员配置这些方面啊 都做出了细致的规定 比如 幼儿的人均建筑面积 不得低于八平米 两岁到三岁的幼儿 每班不能超过二十个孩子 幼儿的生活永房 不能设置在地下 办地下等等 同时还要求 托儿机构出路口 幼儿生活及活动的区域 必须要安装视频监控 录像资料 要保存三十天以上 而这些环节 就涉及到公安 消防 食品安全 建筑审批等多部门 要我说 上海十六部门 其发力 规范幼儿托育服务 这就叫 又有所欲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重庆一位市民 在饭店举办生日宴 带了一瓶药酒 这药酒是他自己配的 结果喝了药酒的人 身体都出现了不适的症状 十五个人随即送往医院急救 其中五人应抢救 无效死亡 说起来 药酒在生活当中那很常见 有些爱喝酒的人 为了追求所谓的滋补 就喜欢往这个酒里泡各种东西 什么蛇 蝎子 什么人生当归 原本想着喝了 身体更好 但没想到 这药酒竟然就变成了毒酒 其实在网上搜索这个关键词 就能谈出不少 饮用自酿药酒中毒的新闻 你想想 酒本来就不宜多喝 而所谓的药酒 加了那个药 正所谓试药酒三分毒 制作饮用不当 就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除了个人自制药酒存在风险 一些个饭店也向顾客来兜售 他们饭店自制的药酒 往往略过竞技人群或剂量 盲目向顾客来推荐 你比如一些患有肝炎的 肝硬化的 以及心脏功能不全的人 他就不能饮用药酒 说起来 很多人之所以喜欢喝药酒 是觉得药酒有各种功效 什么补肾 义气 书精活弱 清热解毒 但其实 很多功效都仅仅只是传说 并没有科学研究证明 没有依据 重庆这一期药酒悲剧 就给民间的药酒配制者提了个醒 千万别把自己当成长百草的神龙士 药酒不能随便配 更不能随便喝 咱可一定要保持清醒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来介绍瑞慈 企鹅系女生 别误会 不是说走路像企鹅一样摇摇晃晃的 而是指外表看起来呆萌可爱 内心却冷静稳重的女生 我们都知道企鹅它属于鸟类 但不会飞 为了生存 它学会了游泳 在水里捕猎 你看 冷静的接受现实 稳重的完成了进化 而企鹅系女生 就和企鹅一样 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 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安排 不轻易被外界影响 他们总是不慌不忙 无论发生什么突发事件 都能够冷静应对 理性看待 把控好场面 此外 他们对待爱情也是稳重心 对他们来说轰轰烈烈 山盟海市还不如平平淡淡 这就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所以企鹅系女生 人气 那也和企鹅一样 受欢迎 不走寻常路的企鹅系女生 她走红 其实就是那三个字 叫反诈盟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多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 天下天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